Leo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達達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CUP的阿拉伯比賽 那先來介紹一下 大約出身點位10點鐘方向 藍方的Daniel選擇了達達人 那達達人他的特色 是有免費的拇指環科技 還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他的馬功承襲 是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 只需要點像品種跟跑速 還有這個射程 就可以把這個馬功重要的東西 都點一點了 還有彈道學跟化學 那整體來說 達達人還是比較偏向於 騎兵跟馬功路線 騎兵路線是有三級馬侃 也有大陸馬 那他的草原騎兵 也是遠防最高的草原騎兵 有這個施護甲 那後期的達達人 也可以打出自己的寶兵單位 卻缺作為坦克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馬雅人這個文明 那馬雅人這個文明 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他的資源的採集量 可以再採得更久一點 不管是要吃這個火雞 或是野豬 石頭黃金 都可以採得更久一些 那馬雅人的強弩 也是比較容易生產的 因為造價非常便宜 工兵單位都有這個折扣在 那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槍兵 配弓兵 是比較常見的 那老鷹的部分呢 到地龍時代 還可以讓他變成白蟹老鷹 非常好用 後期呢 也有大沖車可以使用 但是沒有工程工的吃 會稍微稍微弱了一些 那在初始的世紀帝國裡面來說 也有人會說 馬雅人就是蒙古的翻版 後期呢 馬雅人也可以出羽毛劍射手 配大沖車 瘋狂都更 而且還不吃這個馬公屬性 但是馬雅人的羽毛劍射手的弱點 也是蠻明顯的 傷害比強弩少了一點 所以遇到高遠方單位的時候 會顯得有點無力喔 好這邊看到前期兩邊 一個互相交戰 好稍微對打了一下 這邊選擇拉左 好火雞這邊找到了 但是又被搶回去 那在黑暗時代的馬雅人呢 算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喔這邊還戳掉了一隻火雞 這隻雞應該是拿不掉的 因為刺口在黑暗時代只有3點傷害 但是跑速還是一樣喔 那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刺口的移動速度會再更快一點 好那現在馬雅人 老鷹有足夠多的 騷擾能力 但是要去抓對方村民還是有點困難 少了一隻火雞 那丹尼爾這邊的肉會有點缺喔 火雞要可能再多吃一點 好路的部分3隻在趕 這3隻還沒有趕完 趕快趕個路 前面被騷擾到 那馬雅這邊也是回頭了趕了一頭路 回家自己吃一下 那這場比賽喔 丹尼爾應該印象中是美國國籍啦 那這位選手應該是德國 那兩位呢都是也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分數大約落在2500到2600了 那這個分段來說也算是世界前20米以內的玩家了 好那馬雅人這邊是20匹 這邊開局會卡人口的關係 所以會有支部技術的先研發 所以不會有偷支部的問題存在 那馬雅人這邊是直接轉出了步兵 棒棒開局 丹尼爾這邊是打了一個馬就開 馬就開過來稍微圍一下 好這裡圍死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幫忙吵了幾下 後面稍微圍一下 結果差一點就可以圍好 但是還是沒有給起來 好那沒有辦法 圍不到的話就趕快撒農田 這裡肉馬先出門 暫時這個裝甲步兵解不掉了 裝甲步兵有點麻煩 好呀這裡沒意外展工兵 裝甲步兵接工兵的打法 是任何的文明都可以這樣打的 有一些像是西班牙或保加利亞 工兵可能出太多 會有升級沒有辦法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在打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喔 好 那目前看到馬雅人這邊轉工兵 那趕快把工兵拉過來 後面已經轉毛兵 看工兵這邊先騷擾的是右邊的村民 這裡其實有個洞 趕快補起來 好毛兵過來防守一下 好 裝甲步兵 最後是選擇了要撤走 打打人這邊沒有挖黃金的關係 現在只能全按毛兵 稍微擋一下 好 羅馬過來 結果被槍兵戳到 直接損失了一隻肉馬 好 美洲大雨過來 好 直接對打一下 拉走 現在丹尼兒這邊要思考的是 要不要轉工兵呢 還是要轉 這個冰工廠 但是現在重點應該是要撒農田 這個東西應該是比較後面的事情 先撒農田比較快 OK 這邊農田撒得夠多了 那冰工廠這邊要先點下去的話 一級色也是需要點的 那工兵鎧甲要試情況 瑪雅人工兵真的太多的話 一級房也需要投資一下 工兵鎧甲 那達達人現在弱馬跟毛兵 甚至是暫時沒有辦法反擊這個黃金兵的系列 全黃金兵一隻垃圾兵都沒有 五隻工兵 三隻裝甲 一隻老鷹 全部都是黃金兵 所以莎莎尼非常十足 達達人被偷掉了一村 第二村毛筆直接被拿下 前期的裝甲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有裝甲在的關係 讓瑪雅人暫時工兵不會被抓 好 這裡要不要點個冰工廠了呢 冰工廠還沒有補 這邊還在專心撒農田 好 但丹尼爾這裡一級農沒有點的關係 待會第二次撒農田的話壓力就會來了 但是瑪雅人這邊也是 也是沒有撒農田 但這邊已經早早就補下四級 還補下一級的步兵鎧甲 待會可能是要轉老鷹飛了嗎 OK 現在的情況是 瑪雅人暫時被壓制住 對方的毛病傷害越打越多 好 這邊一個高地 勸推對手 不要再繼續往前了 再往前的話 高地就要反殺 但是達達人這邊也是 趕快補下一級射 先拿到自己的射程優勢 打裝甲的話 才會有比較多的傷害 好 但是對上老鷹的話 有一級的步兵鎧甲 毛病怎麼打 也都是一滴血 所以現在老鷹要處理的話 還是要靠肉馬 所以這邊瑪雅人很專心 在點對方肉馬 肉馬點完 後面的毛病 我就可以靠老鷹解決 好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有點難受 先放裝甲死光 肉馬上前 送了一下 好 達尼爾這邊是補下了一級的工兵鎧甲 工兵鎧甲點完之後 終於就可以扛住工兵的傷害了 這個一級的工兵鎧甲還是有用多了 不要沒那麼怕射 好 這邊再幾個毛 丹尼爾是全部的肉木部隊 想要直接壓死馬雅人 馬雅人這邊單位越來越少 這裡要小心不要被一波打倒 後面要肯達補個射箭產物均勻 好 這邊是選擇的均勻路線 直接老鷹開飛 現在兵力不夠 產能上會有問題 一定要趕快補產能 這個算是世紀帝國的新手們 爬分屎會很容易遇到的問題 產能其實是很重要 在單跳的時候 沒有辦法慢慢玩這個模擬程式 好 產能就去按 馬雅人在這一點就比較弱勢一點 如果是阿茲特克的話 這個老鷹喔 是可以造得很快的 好 但只要被控珠黃金的話 馬雅就會很難受 馬雅這邊工兵拉出來 總共還有50的工兵數量 老鷹直接1敲3當趙雲 結果直接被圍死 還是呂布 打不贏阿 打不贏 弱馬太多了 好 這邊臭命直接拉過來打架 老鷹第一時間 上前就往回拉走 臭命往回拉 丹尼爾現在狀況是有優勢的 好 病例非常有夠給力 但是村民完全不怕毛病的傷害 因為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好 拉回來 因為村民的防護力是遠程防護力2點 所以毛病就算聲音急射 也是一滴血 怎麼打都是一 就是用毛病騷擾前期的問題 但是打久了還是會有血量上的壓力在 好 但是肉馬一直不敢上前 好 毛病上前 點掉了一隻公兵 後面有更多的毛病過來 十隻毛病 哇靠 公兵很努力去點刺猴 但是老鷹還是遭到機會 開始暴打 但是前方村民已經損失有夠多 好 損失了三村左右 好 來到史上五村 馬來亞這邊的村民術大炸裂 好 這邊趕快往前點射 想要點掉剩下的肉馬 肉馬點完的話就可以拿下 媽 但是沒有辦法 最後肉馬還是活了下來 那尼爾在後面又陸陸續續補了更多的肉馬 想要直接封劍打死瑪雅 好 一級農田點下 這時候補了一個一級農 開始第二次農耕給的壓力出來了 木頭會非常的吃緊 馬亞這邊是決定掉了一點城堡時代 這個時間點是城堡時代 是一個豪賭行為 因為你要確保自己在這個深圳時代 能夠守住對方的騷擾 那自己劣勢的情況下 這個有點偷啊 通常烈士時候會盡可能的再繼續爆兵啊 反正不是去深時代 當然馬亞是選擇了深時代 那這邊就會很難受 村民一直被毛兵打 哇 又被抓掉了 裡面五隻還在挖礦 聰明無路可逃啊 太慘烈了 OK 現在拼種也點完 鑽造技術也陸續補上了 好 這裡毛兵高達地傷害實在很高 受不了 撤出 弱馬要直接追上 這裡村民要損失了 馬亞人開局死了11隻村民 但是還沒有放棄 不是我 我就投了 但馬亞這邊可能有一些想法 可能要上層打老鷹爆 軍銀都補到了4個 這個蠻明顯的 感覺是要補這個軍銀 老鷹飛 那一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馬亞的老鷹就有加傷害效果 這邊肉馬直接上去硬砍 但這邊可能逃不了 肉馬可能會送光 先往回拉走 看丹尼爾這邊瘋狂補老鷹 好 丹尼爾瘋狂補肉馬 馬亞這邊則是瘋狂補老鷹的狀況 好 一升到城堡時代 老鷹的傷害直接起飛 8點傷害 打肉馬現在是6點 傷害差了2點 老鷹的招架比較便宜 黃金多挖一點 就可以一直瘋狂飛老鷹 好 丹尼爾這邊 產了夠多的肉馬的關係 所以現在生時代有點難生 甚至有點困難 好 丹尼爾這邊轉出了裝甲步兵 這時候要是他真的生時代 就要被老鷹飛到生活無法治理 馬亞人覺得自己還沒有輸 下面進化沒人開採 木頭的話已經全部跑到後方這裡 好 老鷹直接一路追過去 丹尼爾這邊轉出了裝甲步兵 裝甲打城堡是代老鷹有料嗎 封建打城堡 好 剛剛有多舒服 現在就有多痛苦 現在丹尼爾 要開始感受到老鷹的痛苦了 好 有餅的木區 再次過來騷擾 後面直接回頭包打一波 刷掉了一些落馬數量 側面的部分也是用落馬 繼續追逐老鷹 老鷹的數量開始下降 好 後方要稍微回頭打一下 但回頭一打的話 後面有裝甲步兵緊追在後 好 這步交換 丹尼爾是引擎 走住了這一波的老鷹騷擾 邁雅人村民烈士大約20吋 這邊差距被打了出來 現在邁雅人 要趕快點英勇士升級 還有二級攻 好 中甲步兵來了 但是步兵性 所以依舊是很難追上老鷹的 好 這裡暴打一波 抓到了一村 現在村民差距 來到了20村 瑪雅的死村已經來到了20 但是還沒有放棄 現在丹尼爾還在繼續努力 好 這一村要拿下了 搞定 裝甲步兵過來 一刀 好 後方的老鷹 開始往前 好 繼續飛 右邊的裝甲 要包甲 沒有包到 左邊的老鷹直接飛了 女村民 女村民又要被抓 現在丹尼爾開始有點難受了 老鷹的優勢慢慢被打了出來 丹尼爾這邊按了15隻的裝甲步兵 數量可很多 好 這邊再想辦法 找個機會把家裡洞給補起來 然後對方沒有辦法繼續騷擾的話 裝甲步兵的防守 就會做到很到位 現在裝甲傷害是7點傷害 當然老鷹的話 是戳戳有餘 人家是8點 而且我造價比你更便宜 雖然肉的話稍微貴了一點 好 當然依舊人家還是黃金兵的優勢 移動速度 攻擊力 還是在裝甲步兵之上 只要不要回頭打裝甲 老鷹還是有足夠的主動權 好 後方的肉馬也在偷抓 聰明又抓了一村 大大人這邊回禁一波 殺到我家 我也殺到你家 現在老鷹分兩隊 後面這個反擊應該是打不贏 老鷹這邊打贏殘血的肉馬 實在是太容易 但丹尼爾這裡的肉還是不夠深城堡時代 現在他害怕如果這邊斷 斷裝甲步兵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沒有辦法 守住自己的村民 所以這邊按了非常多隻的裝甲 城堡到了三三分鐘 還在封建時代 這一把是怎麼回事 真難想像是一場正式比賽 CUP比賽 哇 這個CUP打得非常精彩 丹尼爾 這個裝甲爆 太扯了 但是確實也該這樣打 你不打裝甲的話 只靠肉馬 要打贏老鷹是很困難的 而且招架成本來說也並不划算 加了黃金或許是比較快速的 好 邁亞人這邊想要努力的把村民樹拉起來 但是村民樹還是差距二十幾村 好 大大人這邊的資源量已經領先了一千一左右 但是依舊沒有停下裝甲步兵的產生 好 這邊反正是有一波裝甲往前 想要給壓力 邁亞人這邊轉出了一些工兵 想要去射裝甲步兵 但裝甲步兵量真的是有點多啊 好 直接上前 一過來一追 就是我最想看到的畫面 直接拿下 裝甲步兵 收掉了大量老鷹 好 羅馬上前 收掉了一次工兵 裝甲繼續往後追 想要讀口 成功收住這個窄口 搞定 哇 這個口子最後是被守了下來 好 那現在家裡的狀況還是被老鷹開飛 現在兩邊的老鷹 還在繼續想要找地方打 好 丹尼亞這邊繼續出裝甲步兵 這一波給了壓力 有給到一些 但最後還是要轉出更多的裝甲 繼續死守 左邊老鷹又繼續過來 裝甲步兵抓到了分推的老鷹 好 這裡又要再抓個一村 我們直接回頭打架 裝甲步兵砍掉了幾刀 好 老鷹過來 前方的工兵部隊也出發了 好 馬雅人先在這邊 不要轉出奴兵升級不太容易 好 過來一個關本獸 關廁所 但是這個廁所門沒有關 這裡一個洞 好 全部關起來 我們這個洞 好 臨死之前 要抓掉村女嗎 沒有喔 好 這一波又有個交戰 哇 這一波撞上去之後 瑪雅人好像拿到了很大的優勢 丹尼爾趁機機會 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好 馬雅這邊已經有四隻僧侶了 但這個僧侶都是拿來防守 還沒有去撿生物 現在村民處 依依就是二十吋的殺具 來看一下馬雅人 待會要遇到城堡時代的達達人 那達達人會繼續走長劍兵路線嗎 走劍兵路線的話 他的缺點很明顯 這個步兵鎧甲只有一級的 好 這邊開一波防守 直接上大石牆 但石牆可能有點難為 後方有六隻的工兵 六隻工兵在這裡 要守住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還是要找個機會 去把家裡給圍起來 好 這邊在升世代 繼續夾 村民是最後的防線 這裡要守住只能靠村民 但是馬雅人的老鷹還在繼續猛攻 好 這個地方窄口 終於要被打破 這裡在嘗試再繼續圍家 裝甲步兵在後方 去圍 下面這個洞 再次補起來 老鷹打防止速度也蠻快 好 但丹尼爾還在繼續夾 最後放棄人猛攻 往這邊繼續進攻 長劍兵趕快升級上去吧 好 長劍兵還有練鎧甲 二級馬鎧 走草原騎兵路線 好 二級的伐木技術也點下了 現在每個地方都已經上好大石牆 長劍兵時間還有15秒 馬雅這波要打贏 千萬不能硬上 這邊要等奴兵出來 現在丹尼爾出的單位都是害怕箭死的 草原騎兵 還有這個劍兵系 都是怕弓箭手 馬雅人這邊只要轉出羽毛劍射手 或者是轉出一般的奴兵 都是很好反擊回去的 這邊直接一個拉打 開始射掉這些長劍兵 長劍兵數量開始變少 後面想要做個包抽 第一時間上去對著僧侶一陣暴打 但是最後還是招響到了一隻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打掉僧侶之後 直接拉走 上方的部隊開始想要入侵 但是後方的房子又再次包住了 少量的長劍兵上去處理一下 這裡有一隻工兵也在少了牧區 現在猛攻的馬雅人 打出了自己的優勢 最近是上面非常強勢 但是經濟上非常的劣勢 那目前大大人要打贏馬雅人 應該是遲早時間的問題而已 基本上現在臭名數數量是夠多 好,來尼爾這邊草原騎兵 14隻來了 數量慢慢成形 慢慢走過來 接掉了上方的勞硬殺 這一波 馬雅人 點下了神聖思想 還有二級射 補充一下軍事的科技 草原騎兵上前 戳掉了一隻奴兵 一攻也有 二防也有了 草原騎兵要被 使出自己的戳戳了 戳掉了非常多的奴兵 丹尼爾這波包 包得非常漂亮 哇,這裡直接秒掉了五隻奴兵 丹尼爾這個包夾的細節打法 打得很好 好,那現在階段是 馬雅人 現在經濟有點炸裂了 黃金金 剩下這一塊家裡要挖了 還有側面這一塊 但還好外面找到了野金 待會可以這邊開個TC 挖個石頭挖黃金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44分鐘 馬雅人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哇,很少可以看到這種正式比賽裡 打了40分鐘 臭米樹也只有44村 等於一分鐘只有一隻臭米的概念 哇,這個時間點 臭米樹很微妙 這個還能繼續打 真的是有點不可思議 馬雅這邊的意志力非常好 父親投降 臭米已經被抓到頭破血流 木已經完全斷了 一個木頭都沒有 木頭只能靠買的了 但馬雅人這裡並沒有直接靠買賣 買出石頭跟木頭開TC 雖然沒有穩定的木區 感覺只是個慢性死亡 但丹尼爾應該也是意識到這一點 我只要繼續出草原騎兵 給他更多的壓力 就可以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丹尼爾這邊是補下了前程科技 還有二級的鑄鐵技術 讓招降跟傷害全部完備 待會馬雅人的招降 就不會給到這麼大的壓力了 好,正面直接一個第一房子 想要走進去嗎 但是右邊 升旅 招降路有點慢 左邊有一隻升旅去跑去招降 但是開始拉打 朝人前面的拉打有點壓力 好,丹尼爾這邊補下了一級挖石 3TC已經開農了起來 分數也被打了出來 已經差距了1000多分 邁尼爾覺得自己的兵力還不會輸 只要能守住我就還有希望 但不多 好,左邊的防護場重新開採起來 希望可以穩住一個墓區 下方的草原騎兵還在繼續 想要控制 正面的長劍兵一直在防守 並沒有遠離這個地區 好,右方的草原騎兵再度找到了金礦處 這個致敵防止的窄口 讓自己反而出現了防守漏洞 這一波打下去 瑪雅人還能繼續嗎 這波弓兵在高地防守 僧侶防守回去下方的草原騎兵突襲 這邊反應還不錯 還有一個多線 丹尼爾這邊多線 雖然沒有算是成功 但是已經騷擾到村民了 已經十足的划算了 好 這一波 結果巡弱的長劍兵直接撞到 正在往前衝的老鷹 直接被尬到殘血 哇 這個又賺了 丹尼爾這邊的攻勢打得非常漂亮 對手的動作他都預判到了 好 那如果他過來飛的話 草原騎兵跟長劍兵 趕快過去追一下 上面部分要留過來嗎 這裡要小心 收穿 這一波要做一個交換 大家人覺得這一波 要是沒有抓到對方出名 我可能就要投了 這個老鷹是他最後的賭注 好 草原騎兵往前飛 老鷹上面這裡沒有繼續打 稍微拉走 但是草原騎兵又回來了 但是沒有在空 趕快過來招降 好 看一下家裡 草原騎兵順利的把家裡的老鷹全部擠局掉 但是前方的草原騎兵也沒招降掉 蠻亞人被迫只能防守 家裡有點殘破不堪 後面差距已經來到了一倍 91村對上41村 差了50村有了吧 好 資源差距也快要來到了1萬了 現在達達人打得非常穩 全力暴兵 沒有打算要繼續升時代 反正現在兵力夠就可以淹死對手 安妮爾再裂補下了二級蛙精 把這個驚慌再繼續高速開採 連接方面非常的不錯 從建兵這邊巡邏撞到了對方的工兵 這一坨工兵壓力給得非常大 27隻的數量已經相當成型 好 但是工兵單位很沒有機動性 右邊這個洞還是沒補起來 丹妮爾再次利用這個洞 二次使用洞 成功拿下大量村民 左邊的伐木工也是被一個多線 被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處只剩下27村了 這一波打達人應該是拿下比賽的勝利 但是這一坨工兵跟槍兵 並沒有打算要放棄 既然你在BD我家 那我也跟你換家 互相換家之處 丹妮爾這邊手速飆得非常快速 成功的換掉了大量村民 好 但這一波槍兵跟工兵 確實有點壓力 後面補了一根劍塔 這邊想要升10代嗎 好 這裡劍塔建起來 好 開始反擊奴兵回去 這裡直接在劍塔的傷害裡 讀出 好 想要直接走進去了 我也不管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打算要手撕TC 欸 結果沒有 看到僧侶還是拉走 好 大量僧侶過來 趕快劍塔射僧侶 還是要射村民呢 射這個奴兵呢 看一下 好像有點射不太到 槍兵上前 對亮王塔一陣輸出 裡面的村民有5隻 然後被打噴出來 射掉了一隻僧侶 後面的草原騎兵抓掉了招翔的僧侶 好 這邊草原騎兵再次抓掉農田野村民 村民處已經剩下20村 夢回封建時代 再炒下去就要回到黑暗時代了 好 但這一波直接搬家 用空間換時間 阿尼爾還是有足夠多的優勢 雖然劍塔沒了 這一坨兵也暫時解不掉 但這一波交換已經十足划算 好 這裡轉出戰毛兵 開始慢慢出兵防守 二級攻兵鎧甲也點下 大家這邊在瘋狂的射擊村民 村民差距來到6倍 我從來沒有看過在一場正式比賽 兩方的村民會超過6倍的情況 來到5倍4倍就很誇張了 6倍是怎麼一回事 6倍差距還不投降 難道有什麼逆轉的方法嗎 好 戰毛兵慢慢陸陸續續的出來 地龍時代可能會讓他帝王勸退 這一坨奴兵 沒有放棄 反擊戰毛兵 好 勝率走到了後方 草原騎兵還在家裡四處騷擾 好 帝王上去了 達達人三級射 點一下 但是對手 瑪雅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達達人拿下比賽勝利 哇 最後一場 最後一波交戰 是由瑪雅人用他最後的骨氣 直接一波帶過去 但是丹尼爾直接一個不交流 你打進來我就往外側 反正我的存命數還是比你多 不用怕你打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來到領先18000的資源 這個資源差距真的是有點可怕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好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各位掰掰 見到這裡 OK Sunshine 五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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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腿 五個粒 五個 五個